花蓮原住民木雕工艺师胡云露 20多年的木雕创作生涯当中 他的作品获奖无数 不过在过程中他也体认到原住民族文化视为的现实 他认为传承文化不分族群 有心要学他就交 而现一会民政小组也特别前往他的工作室 来了解目前的状况 胡云露在退休之后 因缘机会踏入了木雕的领域 在2007年以自己的族民成立了工作室之后 却在过程中发现木雕记忆正在萎缩 老一辈的工艺师也逐渐凋零 也因此开始在工作室开班授课 将一生的记忆传授出去 不过目前却遭遇到开班授课的影响 向现议员林郑芙成勤之后 也希望能够顺利推广课程 持续的为文化传承来努力 这个我们这个圈的好差点是 我们政府议员提供的 那我们也前向我们政府议员 胡老师也在想 也希望每年一到两次的一个学习的课程 让我们本身最基本的圆明 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了解到 有个文化传承 甚至于我们的木雕的一个制作 是多么的辛苦 那要考量 可是就是我们的一个经费还是有限 那我希望说 也借着我们 我们一名处这里 看用什么方式来提高 这个学习的一个成果 胡音录老师的工作室 可以容纳20人的教室 而且学生对象也不居限在原住民 他认为每一个族群都有故事跟文化必须传承 如果木雕能够让其他的文化流传 他也想让所有想学的人能够学习得到 记者林杰送风箱采访报道